黄国昌这么想选新北市长吗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李明贤他在政论节目讲 他说他跟黄国昌在上厕所的时候遇到 所以黄国昌问他说 国民党有没有可能会礼让新北 结果这句话引发议论 今天两个人出面受访 黄国昌是用台语问他说 国民党有可能礼让吗 但他认为所谓的礼让是在讲整合 不过黄国昌也还原当时的情形 说不是的 这个是李明贤主动提到蓝白整合 节目开始前前自清 国民党北市议员李明贤 专访民众党立委黄国昌 这一天气氛很不一样 就是因为前一天 他爆料双方在厕所的对话 黄国昌私下探寻 国民党有没有可能礼让新北市长 主动问到说 国民党的态度是怎样 怎么可能他所谓的让是说 有没有可能提出一个整合的方案 怎么可能啊 然后李明贤议员说 说这个我们还是要想办法整合出一组人出来 那我说如果比民调你们中国国民党会接受吗 他说怎么可能 一边解释礼让的意思是整合 一边坚持没提出礼让 唯一共通点就是现在谈2026还太早 要两党的主席去谈 要两党的大人去去再进一步去整合 所以他目前也还没有这个规划 毕竟时辰还早 现在在讲2026年的选举 真的大家都太急了 也太早了 现在比较重要的事情是在国会里面 毕竟蓝营被点名选新北的人可不少 像是新北市副市长刘和展 台北市副市长李四川 还有在地立委洪莫凯等人 怎么整合就怕一不小心又重蹈2024总统大选 蓝白和覆车失败收场 接下来新北市不知道国民党会抵荡他 哎呦这个我都不晓得 对国民党人才积聚 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步骤来 立节定了一切 我们人民有智慧 写真最好的新北市的领导人 两年后市近视和还说不定 现阶段先抛议题相互试探 这林俊庭黄西 SNG小组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